看一下AW对峙MF的第三局下半场 这把的话 记录员 我是觉得这记录员拿出来打这阵容还是有点机会的 这阵容他不扎实啊 也不就不扎实吧 他后期很尴尬 这后期是一个可以说就全白板的 没有一个人能用道具的 这上来这个护币就已经废了 对吧 这玩具商猝死戴高护具没有用 然后呢 这边开门战的时候 比如说真把入恋师 因为入恋师在开门战的时候 还是比较厉害的 如果说他真的上来把入恋师给抓了 然后针对这个入恋师处理掉了 他带的是个传送 可以带个传送针对入恋师 然后把这传送把这入恋师给处理了 然后后续的话封机子打消耗 真打成三人开门战 穷者这边被封住门 我觉得记录员都还有机会能够多抓 甚至四抓 想想看啊 这边主要还是看起板子 这样的话第一刀有了 第一刀有了 第一刀有了 这个入恋师带了个大心脏 现在入恋师带大心脏还这么多 跳板踹了 对一切以中后期或者是一切以残局消耗为主 要打四抓的话其实一开始就要部署的 要打四抓一开始就要部署的 而不是说打着打着这边感觉有四抓机会了 你再去打四抓 这种局就是必须要四抓的局 你就上来就得部署 不能太追求眼前的利益 不能说对吧 为了眼前的小小利益 比如说快个几秒钟击倒 然后呢留下一些祸患 就打消耗 我觉得是可以的 记录员封个密码机封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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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外面的道具消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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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真有机会了 这边来打架了 来打架也行 打架你修 修机脉 打架你修机脉 你来打吧 而且这个入恋师他的一个走位 还没有往他的这个好兄弟 机球手那个方向去走 他是拉到了这边 这个地方有点空旷啊 这一波机球手就是过来跑了一圈 然后啥事 感觉球踩了 哎呀这边 哎球先踩 对可以 慢慢打 但是我觉得他这边其实 也也行吧 这一刀哎呀扛到了 其实他这边的话 我觉得可以再追一波这个机球手 机球手这个东西呢 你就是把它消耗了 就一劳永逸啊 你只要把他球消耗完了 那他就是个纯白板了 他就有个 该有个空爆发 这边还放了个跳板 可惜这波跳板 没有能有机会用上 要不然这个跳板 刚才这边入恋师 如果说能够直接入恋 不是你这个直接入恋 你机球手兄弟 不得不得骂人吗 这机球手跑过来 你跟我说你倒地入恋 这什么情况啊 机球手举着棒子过来了 兄弟别怕 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不用我自己就自己 我是没想通的啊 这是什么情况啊 因为你是看不起我们机球手了 这波要么误触了 我觉得这波入恋肯定是出问题的 一刀 好 这直接变了个二冠 我要这机球手我就不管他了 哎呦 这 我还管你啊 当着我的面入恋 是不是不把我当回事 哎 这机球手确实给他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啊 嗯 等会儿 这 这机球手居然是个飞轮加双坦 千 再一棒子 好的 那 这 彩球啊 哎呀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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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机球手MVP了 机子差的不多了 心里需要再一千 给到这个机球手 这机球手这边还能再来搞一波吧 没记错 哎 这应该对对对捡起来了 没记错 这边还有一颗球呢 这机球手救完人以后 他还能再来打一波 还是没有能处理掉这个机球手啊 这个机球手怎么说呢 嗯 得复盘的时候看 我觉得他当时第一波签就有一点点草率了 他觉得第一波签人 呃 我我是觉得当时那个击倒时间也不算慢 然后呢 他把记录呢 交给外围修机子的人 然后他去打这个机球手 把他的球多消耗一点啊 当然这种也是马后炮了 我就感觉可能会更好一点 你棒子打开 救人 救下来 这边机球手 帮忙扛刀 侧边刀气 不用了 但这个球你怎么处理呢 人家这边手里还有一个球 还有一个球 别回头签了 你这个球不动掉 你就签不起来 我觉得他可能对于机球手的这个处理应对 打的不是特别多 哎呀 完了 船了 这你船还怎么打呀 这手传送 这边是个玩具商 满血玩具商 怎么地你传送都不可能打个震慑吧 这手传送 我觉得纪录员这边已经是就 感觉已经有点打昏了 打晕了 就是 他的大局关已经乱了 那边状态不好 外面也从一起新机子 把这技术还能过来再救拨人呢 两个人修嘛 啊 这边两个人修嘛 两个人修一台新机子完全没有问题的 你记录员封不住的 封不住的 这这这这 这机球手又过去了 等到这边机球手把人救下来 我们看看开门战有没有说法啊 因为其实这局大家可以看到 就打的已经如我所说了 球手这边已经已经是 没有什么道具了 就剩机球手最后一颗球了嘛 其他能用的东西都已经没有了 你 这个机球手嘛 这局有没有观众数过这机球手 到底这局打了几次的 他到底打了几颗球还来 一刀 抬了这边机球手 这机球手还在往这球爬呢 移情给上 玩具商的话 这边手里有一个搏命 他可以站在二楼 跳下来救人 传送 再交一个传送 这边的话是一个上挂飞的入链师 如果能封住机子 将这个入链师击倒 挂飞了 但他这边的记录 其实不太有 他不是特别能够交给这个入链师的 因为他手里面的记录 现在要去封机子的嘛 这就时候起爆发过来扛刀 讲道理啊 打即便打到现在这个局面 我仍然觉得 哎呦不对不对 他们这边两台机球 那没机会 那没机会了 因为这边两台机球的话 应该是真的没有机会了 他如果说是 现在还剩一台机的话 因为现在两台机球 他你记录只能交一边 你是封不住两边的 那另外一边就直接亮机子了 这个机球手都可以不要 真的 这机球手没有大心脏的 要他干嘛 直接亮机 直接亮机 不救都行 玩具上要救嘛也行 对吧 这兄弟情深 这个机球手这把打的那么好 不救其实我觉得也可以 这机球手又是个上挂飞 对吧 他这边又没有大心脏的 救下来 这吃一刀也没啥用啊 这边的话给了一个入链 给了一个入链 这样的话即便是震慑也没什么关系 拉开 马机直接点亮 好的 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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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其实真的这把穷者 这把穷者真的有可能要被四抓的 这上来那个击倒节奏 真的 再加上这边入链师给了一手 对吧 超远距离的灵鹫 直接传 封门 但那边的话有两个人 两个人到的话 这个门应该是不太管得住的 再加上玩具上这边能交自己 入链师这边的话 一时半会儿 就你现在这个 你这个记录不太好 交给这入链师啊 你要记得这入链师 你只能靠平地走刀 借着你自己的一个抽刀什么的 你但凡交个记录 那边就开门了 一个记录就那边就开门了 所以他这个记录就不能交 他这个记录不能交呢 这个入链师就能拖蛮久的 就能拖蛮久的 你一个平地怪 你 再封一所门吗 这边没有记录啊 门开了门开了门开了 这个人挂上门就开了 开门 这玩具上还要走呢 可以可以可以 我觉得打的其实还不错 就是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这把机球手的一个作用无限大 那么侧面也印证出一点就是什么呢 这个记录员可能 他在应对机球手方面经验不足 就能拖蛮久了 就能拖蛮久了